现在在三局上班面对的首位打者是韩国队的第八棒 舞手普青丸 台湾原住民少帮培育计划 只要中华队的选手打出了全力打 华南金控就捐3万块 得到1分他们也捐1万块 投手投出三振一次就捐1万块 所以现在林恩宇已经帮我们的原住民小朋友 拿到了4万块的培育基金 然后中华队得到1分再加1万 所以现在已经有5万块的培育基金 现在球数又良好一块 希望林恩宇再投1K 再投1K又帮我们的原住民小朋友 多拿1万块的基金了 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中华队赢球 然后中华队大胜帮我们的小朋友 拿很多的奖金 这就挥棒落空 这场比赛的第5K 千加尔这个变速球的投入真是没有化转 可能现在韩国队才发觉 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不是很仔细 完全没有想到林恩宇的变化球 是非常非常的有威力 纵使你知道他有150公里的快速 也很难再来反应 他们这种突然在好带附近下降 这种千加尔的变速球 在过去我的记忆当中林恩宇是并没有这么厉害的一种 就是从世界杯开始 他不但是投用这个圈架用得多 而且用得非常好 继续面对到的是第9棒的高永明 高永明也是韩国队的 要特别注意到的另外一号人物 因为他也是一个快腿 今年秋季有36次的倒影成功 排在第9棒的位置 那今天5位当中韩国队在先发的球当中就排了4位 当中准备要打他的变速球的时候 突然这两球都是快速球 所以先让又让林恩宇取得球上绝对点成 面对年轻23岁 而且是国家代表队 等于是清秀高永明 整个球好球进来 林恩宇太可怕了 连续的4K 从第6棒到第9棒 全部都是被林恩宇给三振 所以算起来军队是解决了8名 从第2棒到第9棒算起来 8名韩国队的打击击 6个三振加2个内野的滚地球被刺杀 今天的外野手看起来蛮清醒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打的外野球 对 还没有人有生意可以做 林恩宇可怕可怕 第一轮再加起来呢 好球20个只有9个坏球 用球数是29个球 再轮回到韩国队的第2轮 第一棒施展不开手脚 投出了一个出身球保送 接下来之后林恩宇就越投越顺 走球是个好球 李中勋还是比出这种短棒 想要偷点上的一个企图心 对标准的第一棒打者的这种模式 可以看得出来他完全不求场上 不断地改变他打击这种策略 他只求上脸就得了 第一棒 要特别注意这个第一棒 不能让他上脸 不能让他上脸 三 都是一样是快腿 刚刚也一样很轻松的解决掉高远 写个球 好球 151攻也快速球 把打击的李中勋给三胜 这是他投出来第7K 也结束了30下半韩国队进攻 仍旧是让韩国挂着打亚单 第8歌 又回不接第2K 八尔 2 这是din